大家看,这个V2ray大家都知道吧 V2ray打开完之后就是这个界面 V2ray它都是节点 不过大家需要提前购买节点 要花钱购买 它这个软件本身是免费的 但是它这个节点是需要另外付费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款软件如何使用 它这个名字就是V2rayNV2.5这个版本 大家如果已经掏过钱购买过节点的话 SSR或者其他节点付费节点的话 大家需要点击进入这个页面之后 点击订阅,点订阅 点订阅之后找到订阅设置第一个 第一个订阅设置 然后大家把备注尋空 把备注尋空 然后在下面地址也尋空 地址也尋空 地址尋空之后 或者大家直接点击移除 直接点击移除 也可以点击移除 也可以点击添加 或者大家直接点击移除 把备注大家不用管它 备注或者大家可以修改一下 或者修改一下 R1 或者选一个 123都可以 都可以 最重要的就是地址 URL一定要删除 地址一定要把它给清除了 地址 地址清除了之后 大家把 大家之前购买过那个地址 大家之前购买那个鞋点 复制进去 复制粘贴 粘贴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在复制粘贴进去之后 点击确定 然后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就开始使用了 就开始使用了 那大家 点一会儿在上面 就出现结果了 就出现结果了 就开始使用了 不过它这个软件是免费的 写点是收费的 通常一个月 写点都是二十三十左右 所以说 我还是不推荐大家来使用 然后地址去给大家讲解 下一款软件 就是快牙 快牙这款软件 就是这款软件 快牙这个软件 它主要就是 主要都是 安卓手机或者苹果手机 远程操控Windows电脑 的这款软件 通过快牙这款软件 大家看这个界面 这就是快牙的界面 快牙这个界面 大家可以扫描 加入就可以了 但是必须在同一个局域 往前提条件下 同一个局域往前提条件下 都可以扫描 加入或者四键热点 或者可以自己建立一个热点 或者是扫描 或者扫描加入 大家看 或者扫描加入 这个非常方便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 加入这同一个热点 之后通过手机来远程 操作电脑 比如说电脑被绑架了一样 然后通过手机 苹果手机或者是安卓手机 都可以进行远程操作电脑 非常方便 这款软件 非常的方便 然后这个就是快牙 然后再讲下V2ray 大家看下 我右下角有个V2ray 大家在右下角点击 鼠标右键 鼠标右键选择HTTP代理 选择HTTP代理 它默认的话是关闭HTTP 它默认的话是关闭HTTP代理 大家一定要选择第一个 选择第二个开启HTTP代理 它最后 大家只看最后的 上面写的有一个全局模式 还有个PAC模式 还有个直连模式 大家后面几个都不要管 大家只开启一个全局模式就可以了 全局模式 点击一下就开始了 大家看到 它只要V2ray变成红色 就证明它已经开启了 大家看它现在已经是红色的 大家看 HTTP代理 我把它关掉 它变成绿色的 变成蓝色的 鼠标点击右键 HTTP代理 我点击开启 全局开启 全局开启它是红色的 它只有在红色的各态下才是 它才是这个开启状态 如果是蓝色的话 它是关闭状态 再给大家讲解一款软件 就是格式工厂 格式工厂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路屏软件 非常优秀的路屏软件 隔式工厂 它里面除了可以转换 除了可以转换那个MP3MP4 AVI 它可以来回转换 再一个它也可以把 它可以作为Windows的路屏软件 之前我把那个MP4的视频文件 成功转换为MP3的音频软件 大家看 格式工厂最重要的功能 就都在这上面 像视频 它可以屏幕录像 屏幕录像 大家看 这个 屏幕录像 大家看 这个是我用的最多的 用的最多的屏幕录像 它的质量也非常高 质量也非常高 它可以 可以采取那个麦克风啊 抓取声音都可以 还可以抓取摄像头呢 然后 除了屏幕录像 用的最多的就是 还有个视频合成 视频合成 用的是也是非常普遍的 用的最多的就是 还有个视频合成 当然 还有个格式转换 还有个格式转换 用的是最多的 当然它这软件里面功能非常多 还有音频 音频合并 还有混合 还有转换为MP3 等等很多 还有视频 音频 当然视频用的是最多的 是屏幕录像 视频合并 混流 还有格式转换 这几个 大部分都是转换为MP4的 AVI转换为MP4 或者MP4 转换为MP3 这些都用的非常多 大家 大家 视频 合并 合并完之后 大家点击开始 上面 右上角有个开始 就可以自动开始了 非常好 这款软件用起来 另外 这格式工厂 介绍完了 再给大家介绍一款 万能驱动软件 这就是 这款软件用的非常棒的地方 它就是 可以安装 你 本机的 本机操作系统 没有安装的驱动程序 也就是它类似于万能驱动 类似于驱动精灵那样的 它可以把你的电脑 缺少了所有的补丁给补上 驱动补丁 它叫驱动 然后 专门针对驱动程序来进行打补丁的 这款软件 万能驱动软件 大家看 万能驱动 就这款软件 我如果运行的话 它会自动进行安装 自动进行安装 万能驱动 万能驱动 它就是专门 大家看正在初始化 安装程序 它就专门给电脑 WindowsC Windows10 各种驱动 进行W0 大家看 这个就是欢迎界面 欢迎安装 欢迎安装 C 大家选择简体中文 然后自定义安装 创建桌面 这个点一下 然后自定义安装 选择安装到 大家最好不要安装到C盘 E盘是比较保险的 因为C盘比较拖累 然后点击确定 点击安装 说我同意安装密种邪弱意思 是 大家选择是 然后再点击安装 大家看 正在安装13% 15% 更大的再现出 全新的游戏加速 它可以 进行那个游戏不定 还有全新的免打扰模式 这款软件用的是最多的 大家看 驱动自动更新 它这款就是驱动非常厉害 支持35万个驱动 大家看这个界面 就是这个 这个红色的图标就是 红色的图标就是 大家看 它这个红色的图标 这就是驱动 它用的非常好的一款软件 大家看它这个界面就长这样 大家让它用适用版 大家只需要用它的适用版就可以 不需要购买 不需要购买 行,今天教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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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